接下来继续看叫做摩擦起电 就是你们小学玩过的摩一摩 然后吸引小纸片那个摩擦起电 物体之间彼此摩擦带电 称为摩擦起电 称为摩擦起电 好因为这个就停在东西的上面 没有跑来跑去 所以它叫做静电 它静止没有动 所以叫做静电 摩完以后电就停在上面 没有动 所以这是一个静电 静电是我现在教的静电 没有动的电 静电 这个就是你要背的事情 国中现在就只有这种了 没有别种了 毛皮一定摩擦塑胶棒 塑胶棒 塑胶 湿卷一定摩擦玻璃棒 就只有这样 你就背下来 毛皮摩擦塑胶棒 毛皮带震电 湿卷摩擦玻璃棒 湿卷带负电 那这个带震电 另外一个就会带负电 带负电 OK 那有人就找一个口诀 帮助它背 湿负湿负 湿卷是负 湿负湿卷是负 湿卷是负 玻璃就是震 这个情况跟它颠倒 湿卷摩擦玻璃 湿卷是负的 毛皮摩擦胶 毛皮震照 都相反你就背下来了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背 你就背下来了 这后面要用 这后面要用到 这要谁带震 这后面要用到 所以你要把它背起来 那么这里的震电跟腹电的名称 就是来自我们的富兰克林大哥 那种没事放风筝影 电影下来的那位 OK 好 富兰克林大哥 吹地银的 摆着 就是这样做吧 就请你把这个结果背起来 请你把结果背起来 毛皮摩擦塑胶棒 毛皮带震电 湿卷摩擦玻璃棒 湿卷带负电 一个带震 一个又一带负 因为得失电子 摩擦起电 两个东西带电 电量相同 电性相反 我跟你摩擦 如果我带这么多的电量 那你也带那么多 电量一样 但是如果我带震电 你就会带负电 就是因为它是电子的转移 我们等一下讲这件事情 那电子的转移 有人得 有人失的关系 所以电性会相反 所以电量会相同 但是电性会相反 电性会相反 OK 那 摩擦起电 要在比较干燥的环境下 效果比较好 因为空气潮湿 水分会把电带走 所以要在比较干燥环境下 你要做镜电的东西 比较会成功 好 刚刚讲过了 为什么摩擦会起电 一般的东西正常都电中性 电中性就是原子中的正电 跟负电一样多 这古时候在讲原子说的时候 就说过了 正常的原子是电中性 总和是不带电 好 外面有三个负 里面就有三个正 就比较 你知道电中性 正负电量一样 但是呢 磨一磨就会带电了 是因为什么关系 就跟离子带电的关系一样 有正离子跟负离子 为什么是正离子 为什么负离子 因为发生什么事情 谁移动了 谁得失了 得失谁 得失电子 很好 因为得失电子的关系 怎样会带正 怎样会带负 得电子还是失电子带正 失去嘛 失是负嘛 电子是负嘛 负负会得正嘛 所以失电子的会带正 得电子的会带负电 所以两个东西磨一磨的时候 这个被拖走了三个电子 所以这里失去三个 那里得到三个 所以电量会相同 那失去三个的会带正电 得到三个会带负电 所以电性会相反 所以为什么刚才说摩擦几电 它的电性是相反的 但电量是相同 就因为正 它都是因为得失电子的关系造成的 OK 很简单 小事情 老师问一问就知道 那就问你啊 那失卷摩擦玻璃棒 那电子怎么转移 先第一个 失卷摩擦玻璃棒 谁带正谁带负 刚才行李背了 然后因为你知道这个带正 那个带负 你就知道电子怎么转移 电子要从 我失去的会带正 我得到的会带 负吗 你就会晓得从哪里转到哪一边了 很简单小事情 简单小事情 OK 前面先背过的 失卷摩擦玻璃棒 谁带正谁带负 刚才讲过有人背口诀 失负失负 就背下来了 然后呢 再问你说 那表示电子怎么转移呢 Number 4 4号 4号在吗 4号 4号大小姐 我发现我的荧幕不见了 没关系 你就回答我 玻璃棒 从玻璃棒跑到失卷是吗 好请坐下 你的答案叫做玻璃棒跑到失卷 失卷摩擦玻璃棒 失卷带负电表示得电子 电子就是那个玻璃棒给他的 所以电子从玻璃棒移向失卷 就这样子 简单小事情 OK吗 OK